不太一樣 你說是能用的 能用的就清化,不能用就退化 應該是有在用的 或是你常用的,他就清化 沒有常在用的就退化 用金配對說可以解釋 長頸鹿的脖子嗎 有可能會解釋 他一直用脖子 其他動物都不用脖子 其他動物都沒在用脖子 沒在用脖子 因為他想要吃樹上的葉子 所以長頸鹿想要吃樹上 高的樹 樹上很高的葉子 所以長頸鹿不得不把脖子 給伸長 他必須把脖子伸長來吃樹上 難道 他就這麼挑食 他就這麼挑食 不吃樹上葉子會死掉 他一定要吃樹上葉子 並不是,他比較喜歡樹上葉子 所以他喜歡樹上葉子 那吃其他地方葉子不可以嗎 所以他自己把脖子伸長 他可以吃下面的 譬如這長出來的上面的葉子可不可以吃 可以啊 他可以吃就好了 他幹嘛一定要把脖子伸長 他在愛吃上面的 愛吃上面的 如果脖子比較短的 吃不到了 吃下面就好了 所以長頸會變成長脖子 為什麼是因為一直想吃上面 就每次 長頸鹿應該用力用力被退出 總一可能因為想吃上面 是把脖子伸拉長 就當他脖子真的在拉長 那他後代就變長脖子嗎 當然不是啊 有那個機率吧 長頸鹿應該大物天者 所以長頸鹿要掰手腕 手腕力量很強 你常常做伏力挺身 所以你的小孩那個臂力 一打出來就這麼大 背力變得很強 沒有 他們可能比較容易變強 比較容易變強 他們伸出來的肌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就是他 練身體把自己身體練得很強的小孩 他伸出來的小孩 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肌肉變得很強 因為他本身 他爸爸把這基因給創造出來 可能喔 這樣什麼 基因可以被 因為你虛變把它創造出來嗎 不行吧 好舉個例好了 常吃檳榔的人 常吃檳榔 他是不是一直常常用嘴巴 嘴巴是常拒絕的 口氣很好 口氣很好 是這樣子嘛 常吃檳榔的話 會常常發生一個狀況 有這種病 叫做 那個肌肉纖維化 口香肌肉纖維化 纖維化什麼意思 我們肌肉都是有彈性的 纖維化就像木頭 所以你吃過檳榔 木頭我們吃過檳榔 木頭就是一種纖維 纖維化之後 它就是硬掉 加化 像譬如說背部 像有些人 他不小心吸入那個叫什麼 呃 死免 因為死免之後 他背部纖維化 那背部纖維化 他背部纖維化 他什麼心情 他沒辦法呼吸 他背部沒有動 像我們這樣 我吸氣的時候肺會膨脹 我吐氣的時候肺會臭臭對不對 可是我肺纖維化之後呢 他能夠收縮層上有限 他肺會常常一直喘 他沒辦法很好的呼吸 他甚至在纖維化的炎都會扭化 他連可能走路都會很累 因為他沒辦法喘氣 那就是氣喘嗎 不是氣喘 他肺已經喪失功能了 他沒辦法伸張 沒辦法拖 那口腔纖維化也是一樣 你經常咬咀咀嚼 用咬 咬 腳碗的時候這個肌肉 因為他肌肉要承受那麼大的強度 他一直咬 一直咬 一直咬 他慢慢就纖維化 纖維化像木頭一樣 他變嘴巴不讓你動 他休息完了之後 在吃東西他嘴巴會痛 真的嚴重一點就是口腔來 那是纖維化一種 所以 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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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我們剛才講的問你講 問你講什麼 問你講什麼 他一直用 一直用 對啦 吃檳榔呢 他一直用一直用 有進化嗎 有沒有進化 他進化從我吃 我吃變成鴨子硬 可以吃木頭 不能咬爛 太舒服 不太可能 他不是因為一直用 他就進化 像肌肉也是一樣 我常去運動 我可以肌肉很強 可是他是有限度的 在一個正常的 保養之下 譬如我做完操之後 我運動 我運動完之後 我有拉筋 我有做收操 我的肌肉慢慢養強了 可是肌肉真的養得很強之後 這些基因會帶給你的下一代嗎 譬如我們講 常吃檳榔的人 他口腔來之後 他已經造成他的損失了 可是他小孩會生出來 就是口腔來嗎 他小孩生出來就是肌肉纖維化嗎 他小孩生出來就想要吃冰 會這樣子嗎 會這樣子嗎 應該不會吧 這基因是不會 因為你父母親這一代 去訓練過之後 讓你的 讓你的基因產生變化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這樣 但是我們人 沒有正常的一個人 我的基因 我要傳給我的小孩的基因 有可能被改變 是在什麼時候會被改變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能我的基因 我穿個兒子的基因 會被改變 我們講突變吧 如果 你突然失明了 我突然失明了 那會改變基因嗎 這耳朵會變得比較 那個 可能 我們剛剛講 我們上次講基因的突變 會發生什麼 情況之下基因突變 我們上次跑出過了 細胞分裂的時候 如果遇到什麼狀況 基因 它的細胞會改變 會發生改變 在細胞分裂的那一個過程 如果突然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基因會發生出變 降溫度 蛤 什麼 生物物降溫 生物物降溫 OK 溫度的變化 還有咧 我們上次都討論過 如果這時候突然有溫度的變化 所以有可能看 細胞正在分裂 它的DNA正在分裂 這時候所以環境突突的變化 造成它的複製不完全 複製不完全 那這時候可能會產生基因的變化 那還有什麼情況會發生基因突變 環境 環境影響 譬如這個時候下痠癮 環境變得很 痠癮度變得不一樣 你可能吃進去 你的身體痠癮變得改變了 你的基因會跟不改變 還有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基因的變化 理論上我的小孩 應該有的是我的基因 跟我太太基因 各一半 可是就是說 擁有你新的基因 這新的基因怎麼來的 喔 問你太太 這新的基因可能是 我在分裂的時候 產生一些基因的突變 對不對 可能產生一些基因 這基因的突變怎麼來的 它有什麼樣的狀況 會產生基因突變 NDR 蛤 你太委屈了 NDR 是不是有可能 譬如說像 假設這時候剛才有 我去參觀核電廠 那或者是我去 假設處理核配料的 我去處理核配料的時候 對不對 我去處理核配料 如果我身上穿的防護衣 剛好不是穿得很好 或者有一些洩漏 那個核 放射性元素打到我身上 對不對 那你知道人身上 尤其男生的身上 它的精子是不斷的製造的 卵子是一個月 會有一顆成熟 可是卵子也是 從一開始 被分裂出來 它變成一個卵子 它是成熟的 不成熟的 可是這時候如果 它造成放射性的話 這個精頭和卵子 怎麼可能變明 可能可能變明 這就是精不變 那這時候 這個精頭和卵子 如果結合 變成一個受菌卵子 這受菌卵的基因就有缺陷 對 那從這有缺陷的基因 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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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們講環境試案 現在對你有問題啊 對 你從上面我們看那個 司機醫生格雷的影片 有沒有看到 就是有些 呃 欸 上面裡面是不是有個男生 他後面檢查處有卵糖 記不記得 男生檢查出卵糖 對 對 他的腎臟裡面 後來以為是腎臟 那你講的嘛 我們看的不是那個 有癌 OK 老師 我們看的是一個男生的有癌 對不對 也女生 他還沒得 還沒得 他把腎臟給切掉 OK好 那如果講的 男生都軟三小 女生也都會來 因為他本身 事實上是有的 有一個 另外一期是一個男生 他想變性 他想變性 他想從男生變成女生 然後他就先打女性荷爾蒙 打完女性荷爾蒙之後 他就開始掌胸部 然後他準備做手術 把他的陰莖變成陰道的時候 去檢查 不然他有乳癌了 因為他的身體不適應這個 雌性荷爾蒙 然後他產生一些變化 所以他丟乳癌 然後本來他們今天都只要把雌性激素 雌性荷爾蒙停掉的話 可能就可以 避免掉乳癌的問題 可是他非常堅持他當女生 所以就變成說他必須 必須 這沒有什麼雌性激素 這沒有什麼雌性激素 這只是他掌摔性調 那你要猜 這個 同性戀事實上 在整個社會上 整個 這是一種存在的一個現象 不是說現象 不能講現象 這是可能先因性的問題 同性戀 為什麼會把這些女生 他不是同性戀 我剛剛說過 他本身出生 雖然他具有男生的 男生的身體 可是他在裡面想 他可能是女生 或是他是女生的身體 他有認為他想當男生 他有認為他一直當男生 這都是有可能的 我剛剛講的環境變化是 我聽過 我聽過一個事情 因為現在 目前來講 我們常用的一些 清潔劑 或是一些 化學用品 他可能帶有很強的環境 然後我們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造成影響是什麼 造成影響是 比較容易生出 譬如說 叫做 性功能發展不全的 就是說 他沒有男生 你看他沒有男生的功能 也沒有女生的功能 就是發育不全 我兩個都要 他就發育不全 所以說 這是環境的問題 那也是基因的問題 基因突變了 因為這個環境造成基因突變 造成他生出來的小孩 變得沒有辦法 有男性的功能 變化女性的功能 好 那這是 這是 很 比較 比較難過啦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得到這樣 當然 這個小孩如果是有這樣 情況的話 你說他是要用的殘備 說 表面他看起來很正常 他就是這個事情 這個是 也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就是又變得有點像陰陽的人 其他 有點像陰陽的人 好 所以長頸鹿是基因突變喔 長頸鹿 實際上我們來講說 電力配對都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說法叫天哲說 天哲說 另外一個說法說 天哲說如果就長頸鹿的狀況來講的話 有可能是 有常有懂 有可能是長頸鹿 那這一個說法是 我們樹底下的植物都吃光了之後 所以短脖子的鹿都死掉 短脖子長頸鹿都死掉 所以長頸鹿長脖子都被留下 它可以繁殖 所以它繁殖慢慢的 我越繁殖 我脖子就是不要吃長脖子 長頸鹿 只要深深的短脖子就是死掉了 深深的短脖子就死掉了 所以因為這環境的影響 所以這群鹿 不要這樣講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說 因為下面植物被吃光了 樹上可能要寫 應該說這群鹿 因為一個狀況之下 你這個有點炒就吃光了 譬如說 有長脖子的鹿 有短脖子的鹿 有短脖子的鹿 好 這上有寫 可是它不是錯的 有長脖子跟短脖子的 有長脖子跟短脖子的 好寫 好寫 然後隨便畫 那個斷頭那個好雞嗎 斷真裡的好雞 好 然後這鹿呢 牠們遷徙 因為某個狀況 這個地方的食物都吃光了 牠們沒有樹可以吃的 沒有樹可以吃的 所以牠們遷徙 牠們遷徙 牠們遷到別的地方去 結果這遷徙 遷徙的過程 他們遷徙到某個地方是沒有 所有的樹都是長得很高的 長得很高大 長得很高大 長得很高大的時候 這個短脖子就死掉了 就比如在長脖子 那長脖子的 在跟長脖子交配 生出來的小孩子 是長來 長脖子還是短脖子 更長 有可能是短脖子 還是有可能出現 因為短脖子也許是乙性基因 牠也會很出現 可是短脖子有20 對 就慢慢把乙性基因給消除 你還是沒有解釋長脖子 怎麼會出現 你還是沒有講長脖子的時候會出現 剛開始不講 一開始反而有長脖子跟短脖子 為什麼本來都會有 就是基因出變 怎麼突變啊 怎麼突變我們不知道 就是牠只能在一個 我剛剛不是講過 可能有環境影響 可能有放射性的影響 可能有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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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牠們本來是一群 你們為什麼有環境影響 我剛剛把Siri當字典 我剛剛把Siri當字典 所以牠們本來是一群的長脖子 你知道嗎 所以牠們本來是一群路 本來是一群路啊 就是有長脖子的短脖子 對 對 就是我們現在一群人 有的誰要飛去 學到長脖子 那你怎麼出現了 他死掉 我們都是人嘛 可是我們每個人長得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每個人都是怎樣 對 有些人是金頭髮的 有些人是黑頭髮的 有些人是黑色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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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長得不一樣 那你幹嘛還要解釋 那長脖子原本就有長脖子 那你還要問我們長脖子怎麼來的 奇怪 你認為就有啊 那你問屁喔 我沒有問屁啊 我是問說 應該是不同說法 一個長脖子 長脖子這群 長脖子裡面 也有可能有短脖子的長脖子 對嗎 對啊 只是 後面我為什麼看不到短脖子的長脖子 我們就以為說 長脖子是因為 長的那種長脖子 所以他就 脖子變長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短脖子的長脖子 是如果上面的什麼蛤屁的話 那這樣 長脖子的那長脖子 那那小孩 也跟那個短脖子上面一樣高 對 沒辦法 他就放在蛤屁 那長脖子 長脖子把樹葉 可是 那工夫斷很快 對 真的好強 那個工夫斷很快 他直接把樹幹咬斷 這是 嗯 這是演化一種 一種可能性 我只能說他這種可能性 因為目前來講 我們並不知道說 當時候的身長的環境是什麼 這是這種可能性 欸 長脖子都是吃草 不是啃木頭 長脖子是起草 對 長脖子也可以吃草 他把腳長脖子可以吃草 那那個小脖子 我現在說的是 這是一種難吃 蛤 這是一種說法 事實上應該是這樣講的 長脖子他喜歡吃 應該是喜歡吃 樹上面的葉子的呢 他可能慢慢發展成 就是像 演化成長脖子這個樣子 短脖子呢 他可能演化成另外一種生物也有可能 在早期 他們可能是兩種 就是 共同生長一種動物 可是經過演化之後呢 喜歡吃樹上的植物的人 他慢慢的就會 在一起 他就演化成像現在長一種動物 那短脖子呢 說明就是 慢慢的演化成另外一種動物 演化成另外一種動物 脖子沒有那麼長的動物 這是有可能的 就像我們講說 猴子好了 猴子 猴子 或者是我們講猿猴 後面發展成 發展成有智慧的人緣 然後再慢慢發展成原始人 再發展成人類 這是有可能的 怎麼樣 那個 可是如果長前那麼短 脖子長那麼短 他要吃樹葉 他吃什麼 並不清楚 他有可能是 他長那麼短 他只可以吃樹葉 因為樹還是有矮的樹 他怎麼 脖子不適合吃樹葉 就長成去吃樹葉 好噁心 我沒聽懂 再講一遍 他如果原本就是短脖子的話 那不就代表他不適合吃樹葉 短脖子沒有說不適合吃樹葉 人生內葉 不是 脖子長短跟吃樹葉 事實上是沒有關係的 有吧 樹很高耶 那 那個什麼 小樹剛剛長出來 胃童是什麼 蛤 胃童是什麼 胃童 吃樹葉 吃樹葉 他跟脖子長短沒有關係 不要 他會爬樹 不會爬樹嗎 那也是樹葉 那熊貓呢 熊貓也是吃樹葉 豬 他是竹子 吃竹子的刃牙 對啊 沒有動物 現在不會是很大的 但是 熊貓 這麼挑食 熊貓真的非常挑食 他挑食他不吃竹子 而且他只吃這種特種竹子 他不吃這種竹子 一家別的食物上是不吃的 他其餘餓餓也不吃 他其餘餓餓也不吃 就是很吃肉 你知道為什麼 到底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才真正的問題 都沒辦法回答你 不好意思 所以說鹽化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像 牛你給他吃肉 他吃不吃 他不會主動去吃肉 牛會去吃肉 所以他要趕快去吃肉 現在人類 很可惡是人類為了讓牛長得好一點 會在他的食物裡面加那些肉 那只是 沒有沒有肉 真的是肉 只是他不會讓他當牛吃到它是肉 他把肉磨成肉粉 到最後牛就會變成肉食性的物 他把肉粉 或在他食物裡面 或在他飼料裡面 那是什麼肉 牛肉 有些甚至牛肉沒有錯 所以他就能吃 吃同類的生物 還好吧 吃同類的生物 靠生物高興 他 他就是他們在做 他們希望他長蛋白質嘛 就直接把他 餵他吃一些動物的蛋白質 餵牛吃一般的炒飯就不吃了 一定要加肉 不不他也會吃啊 因為 實際上 牛就是吃炒 他肉的比例不會弄很高 他就是炒會煮食嘛 肉是補充的 補充的算副食品這樣 補充一點 所以 在正常來講 你看鳥 鳥 有些鳥是吃蟲的 有些鳥是吃骨子的 吃骨子的 有些鳥 不一定是吃蟲 吃蟲是肉食性的動物嗎 吃昆蟲 或者吃那個 毛蟲 或者吃那個 蟲蟻之類的蟲 它就是肉食性的 可是這種鳥 它也不會互相交換食物 像有些鳥是吃魚的 對 有些鳥是吃魚的 海鷹 海鷹你說 那我給你一個吃 給你一個 玉米吃不吃 老鷹 那你不吃玉米啊 那 那 應該也不讓老鷹吃 老鷹吃 老鷹吃鳥 老鷹吃鳥 老鷹可以吃鳥 老鷹是肉食性的 那 你說你把這些鳥 譬如你抓來是老鷹 你給他放一個玉米 玉米粒在那邊 這老鷹餓子給你看 他不吃啊 不要吃 而且他甚至不知道那是食物 他可能覺得那是環菌 因為 就像在演化的過程當中 他的腦袋裡面 他的 他已經知道 那東西不是他吃的 他還不去吃它 雜食動物不會放 對 像我們人類也是一樣 我們人類放 從 像人類再去研究來講 人類藻型還是草食心動物 因為我們有舊食嘛 我們的 腸裡面還有 那個叫做 藍尾 藍尾 藍尾是實際上是在 你看我們的藍尾 我們藍尾有一點點而已 我們的藍尾 藍尾 藍尾有一點點 大概這麼小 但是 兔子的藍尾很大一個 兔子的藍尾非常大一個 藍尾 藍尾主要是用來消化草食性的 那個植物類的東西 是用藍尾來消化 那人類因為吃草的機率 慢慢變低之後 藍尾慢慢慢慢的補搓 用不到 因為用不到 吃藍尾又符合用盡配對搓 因為我身體用不到 慢慢慢慢就會 減少它的存在 因為身體要提供給更多的 有用的空間 對 藍尾無盡配對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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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真的 我說真的啦 我不站在搓 你不站在搓 沒有關係 但是事實上它是一個比較 它是一個比較 它是一個比較 有人說用盡配對搓 跟基因說 這兩個說法 事實上是 同時存在的 它沒辦法 獨立存在的 像我上次舉個例子 基因負擔這件事情 記不記得 小基因負擔了 可是有一群基因 它長時間不用負擔 結果它後來 當你把它獨立出來養的時候 這些基因不會負擔 它腦袋裡面忘記 哇 忘記負擔是怎麼一回事 它不會負擔 先有基還有彈 什麼 先有基還有彈 這問題很難回答 對 先有基還有彈 好 我認為是 也是基因裡面 這個 有一定是 基因在演化的控制當中 由於基因在演化的控制當中 什麼 從拼用頭有細生質 到後面會產生 是 先有彈 用軟生的部分 軟生部分 軟生部分是一個蠻複雜的演化 先有鳥還是鮮有彈 這有基因 先你看一個單細胞生物 它變多細胞生物 然後變一個彈 然後多細胞生物 它變成 變成一個生物 跟另外一個生物 可以做交換基因 產生下一彈 這下彈產生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 外向射二肌 一個是在媽媽的肚子裡面產生 中處 然後再生出來 對不對 再生出來 這時候 其他狀況 可以是生出一個蛋 對 也可以直接生出一個胎兒 對不對 好 剛不會來雜交的東西 雜交 雜交之後生出一個蛋 雜交左右 但是 這個演化 不能讓 到底是怎麼樣 從一個 單細胞生物 變成到後面可以生出一個軟 或生出一個胎生 生出一個小孩 這個事實上是 滿 生出一個屁孩 滿有趣的 滿有趣的一個 滿有趣的一個 研究 那事實上是怎麼樣 我並不清楚 我並不清楚 好 虛考不是我 你們好了嗎 好 好 那個 上課當然是 這個 這個叫什麼 言論自有 可是 講一些奇奇怪怪的話 比較不適合 好 好 那什麼是天哲說 天哲 神中的位置 神中的位置 那環境不是的 你給我割屁 你給我割屁 什麼是天哲說或者 天哲說 就是 我想要殺人去就殺人去 你是老天的 不是說 這樣老天去殺人 也不是說殺誰是殺誰 天哲事實上是說 當一個環境改變的時候 有些會就存活在 有些會存活在 有些會存活不下 啊 對 對 所以試著生什麼樣做 譬如像我們昨天的小雞 有四隻小雞被抓走了 蛤 哪有 被猴子抓走了 老鷹弄掉 這幾隻是四隻喔 這老鷹應該是猴子 猴子 但是四隻被抓走了 其中有三隻是紅色的 我們不是剩三隻紅色的嗎 那三隻紅色的雞不見了 三隻紅色的雞不見了 所以應該要紅色的 像猴子死了喔 然後 然後 應該是猴子抓著 因為在地上 我看到那個黃色雞的雞 還有一些鞋滴啦 還有一些鞋滴啦 那是猴子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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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現在可以吃吃肉 然後 不是 然後 修一 原來一養啦 什麼打獵 趕快放到窯裡面弄來吃啦 猴子被抓光了 最肥的不見 然後 我們去抓猴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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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環境的改變 這邊有一隻 有黑色跟紅色 好 那黃色的雞 為什麼這麼容易被抓的 因為抓到五隻都是 五隻黃色雞都被抓到 因為他們加誰 他們顏色 因為他們顏色很清楚被看到 因為他們顏色很清楚被看到 你看黑色雞 他躲在書底下 我看不見了 我也找不到他們 我昨天找雞的時候 找了半天 叫了半天找不到 結果後來 陳昱在書中 我才看到那個雞在那邊 在那邊抓蟲子嘛 對不對 所以 雞很一樣 它顏色 它顏色是黑色的 它不容易被辨識 它就比較容易被辨識 修理 趕快 趕快去 趕快去把它烤來吃 這就是環境的改變 你環境的改變之後 有些容易 存活下來 有些不容易存活下來 這是很典禮 修理 所以就要兼責 你剛剛給蟲子吃 不給我們吃 有點小氣 你去我們 對啊 烤肉 我養 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吃的 我們去抓蟲子 我們來吃蟲子 好 我腦了 那什麼是 什麼是忍者 會抓到一起 不要起來 好了 什麼是忍者 忍者 忍者 就是為什麼忍住的 不是你講 好 來 什麼是忍者 用硬背對說 我們講天哲說 我們講 我現在講忍者 忍者是課本上沒有的 可是我認為這也很通 忍者 忍者 忍者選擇 就是忍者 就是忍者 把狗狗引進去 把這個扶掉 什麼是忍者 就是 忍者 講清楚 什麼是忍者 人類要你死 就是這個 然後 被人類大量砍傷 再講一遍 被人類大量 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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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transition 砍傷 砍傷 瘋 砍傷 墜 歹 痘情 帶狼 语报 coses 即將快要的食谷 代秋 这些动物跟人有关系的对för 我不想跟人有关系是什么 借领 chair 这些跟那些都没有关系 那些都是天者吧 这个是天者 语龙想要跟怎样 哪有 那你也打烤链沙长毛线 渣De amount of men 長毛像蕭子是天者跟忍者都有 錯 都有 這種東西真的有 聽聽聽聽 好 那個 你說 長毛像那時候有人類嗎 對啊 長毛像那時候有人類嗎 喔 有 你要買天者 你要說就是 換進來那個新的人類 然後人類完全殺掉 人類存在的時候 好我們看看書 看看書比較清楚 我記得 長毛像存在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1963年 1963年 1999 1995 往下 在 往下 在 台灣 在 欸 你說什麼 人類出現 是 人類出現是在大概是 260萬年 人類出現是260萬年前左右 260萬年前開始有人類 然後 長毛像是在什麼時候 他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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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寫 沒有寫 我只看這個時代 不是 他如果想出算那個時代有人類的話 他人類就知道什麼 好像是比較難 他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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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毛像 長毛像 的滅絕應該在 那個 應該是在那個 人員出現的 那個交界的地方 那長毛像的滅絕 跟人類應該不是 長毛像的滅絕應該是跟 跟天后的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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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恐龍 恐龍 恐龍為什麼跟 恐龍跟天哲說不不關係 恐龍是滅絕跟天哲說不不關係 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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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雲池應該說的動物死光了 為什麼他還是活起來 那是小槍能厲害嗎 什麼 小槍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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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槍 小什麼 小槍 就是小槍 小槍 所以後面的聲音都是小槍演化出來的 對 所以那 所以我們是小槍演化出來的 小槍演化出來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知不知道 在國裡面的 呂布 他的服裝是什麼 跟那個有什麼 超槍一樣 超槍一樣 照他演變的 所以 所以在 就說三頭六臂 他自己會 三隻手 好 所以 在 恐龍 像那個時候 當雲池落下來 我簡單這樣講 我們這是一個 遠跑去的 錯法這樣 雲池落下來 整個灰塵 揚到天空去 整個地球 大概真的有 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可能也許有一年或兩年 沒有 看不到陽光 那這時候什麼時候會先死掉 這時候 植物會先死掉嗎 植物死掉之後 誰會接著死掉 草食杏 草食杏 草食杏的 動物會死掉嗎 草食杏 我今天吃不到 肉眼死掉 OK 好 那死掉之後 什麼東西會活下來 細菌 細菌活下來 然後還有呢 小腔 什麼 小腔 蟑螂 蛇槍 小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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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 然後還有呢 蜘蛛 蜘蛛 蜘蛛怎麼活下來 因為小腔沒死 OK 小腔沒死 吃小腔 小腔 結果就會活下來 老鼠 老鼠也會吃小腔 老鼠也會吃小腔 老鼠吃小腔 所以老鼠也會活下來 好 小腔還燒 小腔還要再 小腔很常 那時候有狠蛛 小腔不會游 小腔 那時候有便死性動物 小型的動物 事實上那時候也有小的朋友活下 所以我們都是小腔的後伴 不一定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孩體中人 那時候孩體中人 那時候孩體中人還在啊 對啊 是孩體中人還活著啊 是海外大人 對 那時候魚還活著 魚還活著 因為魚沒有陽光 魚沒有陽光也會死掉 因為有些魚是吃海藻的 我就生海 生海 那有些比較生海 它是吃腐肉的 它吃腐肉的 欸這位齁 死掉的都會飄到海底 它吃腐肉就可以活下來 你聽過腐絲 死掉的魚都會飄到海底 什麼 什麼 你說什麼 我說你有沒有聽過腐絲 我就跟他說 腐絲 腐絲 什麼是腐絲 腐絲 就是腐絲 腐絲 所以那時候的海洋 就是一整片黑 都是黑色的 所以 那掉到水裡不是很恐怖 一大片黑黑的 不用掉到水裡很恐怖 在路上也是一片黑的 所以 死掉的水裡會飄到海底嗎 有可能慢慢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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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會沈起來 沒有說一定會沈起來 大部分都沈下去 大部分最後都沈下去 會浮起來的原因是 因為它身體裡有一些器官裡面有空氣 所以它浮起來 所以當譬如細菌把它腐蝕 腐蝕分解 當後面它破掉了 氣排出來 要沈下去 好久了 後面都沈下去 所以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是直接吃腐肉可以活下來 動它活下來 那等到開始 這不是有種恐龍也吃腐肉 對 事實上是沒有錯 所以說我們畫的琴類 很多琴類是從恐龍演化的 剩下的恐龍 有些恐龍 有些恐龍 小恐龍 因為大恐龍活不下來 為什麼大恐龍活不下來 它食物不夠多了 所以大型恐龍 你看他們大隻恐龍 一天你可能吃一頓肉 居然你長一頓肉給它吃 大型恐龍它沒有東西吃 它慢慢大型恐龍就死光了 那小型的動物小型的恐龍 它只要吃一點就可以活下來 它可以慢慢吃 它可以吃很多 因為大恐龍死掉一堆大恐龍 所以那些雞和那些鳥 就是這種小型恐龍 對 小型恐龍演化 所以在那個恐龍滅絕對的階段之後 大型恐龍就被所有的隕石 形成的時候 天折的時候大型恐龍活不下來 大型恐龍活不下來 大型恐龍失光了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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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